中國近期開通一條全新的高鐵線路 即是貫通禁州及深圳的禁芯高鐵 這條高鐵南起廣東省深圳市 北至江西省的禁州市 中間經過河原、維州、東莞等城市 全長434公里 有14個站設計時速350公里 以前在廣東21個地級市入面 河原是唯一不通高鐵的市 隨著禁芯高鐵的開通 這歷史徹底結束 以後由河原去深圳只需1小時左右 廣東省隨之實現市市通高鐵 在省內形成3小時經濟生活圈 這條線路還是連接廣東及江西的重要通道 令兩省之間的交通成本大大降低 以後禁州去深圳 將會由7小時縮短至2小時 完善鄉村的各種農產品 將會搭上高鐵銷售到全國各地 而對於香港及廣東的民眾來說 這條高鐵開闢了全新的旅行路線 完善可以欣賞嶺南第一大湖河原萬六湖 龍南九年山等等風光 將會成為北上旅行的優一選擇 將會見到最後一 inn 我看到收青雲灰都市召喚地區 展現市場 從小雲灰都市立再去